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來到鹹山郊野駱 今天我們來帶你走一條很熱門的簡單路線,鹿頸 這次我們由烏膠騰出發,稍為上山去到昏水澳 之後再落到谷布,而最後去到鹿頸 如果要走這條山路,通常行山人士會在鹿頸和谷布來回走一次 或者由烏膠騰出發,經三馬村,荔枝窩之後去到谷布,而最後去到鹿頸 如果你不想來回走,或者不想走那麼久,這條片就可以幫到你了 經過了這個公司之後,我們就會到達谷布村 在谷布村也有小風景值得欣賞的 各位觀眾,我們由烏膠騰出發,走到大約一小時到谷布 這裡可以看看沙頭角的風景 我們之後會繼續沿著這條路進發 這條路一直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 我們就可以去到鹿頸 在這裡還可以吃豆腐花,兼看海景 在漫長的風景,我們可以去看看紅樹林 而沿路走,都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沙頭角的美景 我在這裡拍多些不同角度的美景給大家 總括今次的行程,今次的路程後半段 一路都可以看到沙頭角的景色 而且去到谷布的時候,是有些餐廳給你補給一下 很適合所有人士在假期來這裡走 由於這裡是一個熱門區 而且疫情又比較嚴重 最好一路走山一路戴口罩 走走走我們已經到了鹿頸 大家就可以坐56K小巴去到粉嶺 因為假期可能很多人 所以有可能很多人排隊 大家要注意一下,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